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飯招的阿翹少都怕死 因為不敢保護後塵 阿翹不扣女兒,他扣女兒 所以我不想死 飯招如何 飯招是挺香 而且沒有那種狠牙的感覺 即是炸得到 我們竟然壓第三煲飯 算是神經病 肚有肉餅 看來肉餅打得挺帥 都算不錯 來了 以下的動作 你未經訓練的話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拿著鍋蓋 不斷玩 先試一下肉餅 我們拍過肉餅歌 我們拍過精液的肉餅 我們拍過精液的肉餅 那他媽 真是人生十大師一 很厚 很厚 我覺得剛才 很鬆軟 肉餅是太划算 十粒粒 很硬 如果不斷吃 要像針把這樣硬 舉例 要用雞便沒有針把 像針把這樣硬 是可以吃的 三個優點都是可以吃的 肉餅 要鬆 要彈 留一點空間 先试一试 不过这个不是将土油拌在面上 但味道很松 不死实 味道不太甜 不太长 煎了土油在面上吃下去就很舒服 这些很有味道 始终我拌个姜鱼香 拌饭 不要拌饭 先拌饭 稍后我会破解老板的煮饭 我不想弄烂整个肉饼 等桥有得吃 其实我吃肉饼 我喜欢拌坏 拌坏 拌坏 看这饭 依然挺身 漂亮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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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我现在全场都知道我在拍摄 这煮饭后叫 这煮饭后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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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煮饭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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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煮饭 味道最单调 就是二煮 为什么呢 不是弹 因为我还没把肉饼拌 其实我想说 吃肉饼饭 最好的方法 不是炒在肉饼 当作送食 就是 蒸肉饼 送白饭 这样夹 但是 如果吃肉饼煲饭 最好的方法 就是 整个饼炒烂 就像蒸完饼煲饭 炒烂 拌均匀 这样 又有肉 又有饭 又有软 又有硬 又有香 又有咸 这样吃下去 层次是多了 现在呢 我只不过是 吃了饭底 我现在简单说 因为呢 我去到饭心 最底的地方 只吃饭底 肉饼的油 因为肉饼不会有很多油 只是煲粉的油 没煲到这么底 味道就不好 但一拌均匀就不动 所以我一拌均匀 肉呢 是要这样拌均匀 我留在那边给阿桥拌均匀 自己吃 因为呢 刚才呢 我来拍拌均匀 然后走进来 那一刻呢 阿桥找了一位 坐下来 这边可以吃三煲 这个人很少可以这样 我可以吃三煲 这个人很少可以这样 我可以吃三煲 这边 好啊 但手足 恨吃就可以了 即使我拍摄的 一天就不饱了 当饭和肉饼 拌均匀 吃下去 当时就不只有我豉油的味道 是不错 而且肉的味道是不同的 为什么我连这东西都要说一次呢 虽然我没有说老板 他应该习到第十二个年头 因为他大概一年多前 他接受过访问 我看过那条片 他说做了十年煲仔饭 现在一年多之后 就是十二年 我又做了四年 我看着客人吃我的煲仔饭的时候 我看到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吃法 所以我就慢慢 自己又经常吃 因为我喜欢吃 我就想到 我其实吃煲仔饭的技巧 是要在哪里 譬如今晚我不叫任何辣味 是因为我看到有些辣味是原调出的 真正好的辣味煲仔饭 是粒上的 但是 纳肠、鸳肠、鸳肠 三样东西 是一定要粒上的 纳肠有骨验难起 我还可以接受 但是 纳肠、鸳肠、鸳肠 这三样东西 切粒 油才滲入煲仔饭 混合来吃 就特别好吃 你想想一下 我一口白饭 一口饭底 一口鸳肠 的话 那个效果不够美满 不够完美 你不相信的话 下次有机会 你自己在家 最简单 蒸了辣味之后 切粒 或者 如先切好了 你把饭滚滚在表面上 吃的时候 把饭拌均匀 你会感觉到 我说这个层次 我说回这个饭 是否会有骨验 要吃骨验 骨验 全都在吃骨验 混合骨验 拌了久之后 味道完全不同 有肉的香味 还有肚油 这道 我给你三个饭 三个饭 我暂时便宜了 这是饭之味 先说饭的味道 第一 第二 第三 得不到 得不到 第二 知道吗 拌完之后 是不酸 现在先放饭给阿翘吃 因为锅仍然热 算过头再说 三煲饭 全部吃完 都算夸张 这煲不是很大 8吋也没有 6吋 你坤姐也说过 它的煲很小 因为不好吃 阿翘是这样 他先喝了一碗汤 再吃煲仔饭 再吃煲仔饭 再喝了两碗汤 现在的汤 再喝了 汤 坤的那个煲也是小煲的 这个也是小煲的 但是 我们会很在意坤的煲饭 就是因为 这东西不酸好吃 你不酸好吃 我们就是道日如年 现在就不是 现在 眨眼就要吃了三煲饭 好了 这个 肉饼煲仔饭 阿翘有意见 有意见 我是给他说 喝点 女人即使让他自己留言 我最主要是最最电厘米 因为 还有肉饼 含肉饼 为什么呢 雖雖给人在喜好 是的 想不了 不妙,果仔竟然喜歡什麼 來吧,吃一塊飯招 好漂亮 脆 我都說了,三煲最漂亮的飯招 為什麼呢,很明顯 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別有心意煲給我 因為我這個時間一推下去 像是咬碎餅那位,咬碎薯片那種感覺 還有呢 你看看這招,多油乾水潤 你看看這招 多凌粒粒 來吧,請 煮一下 三煲飯招最差,不用說這煲的 三煲飯招最差,不用說這煲的 但阿赤最喜歡煲的 客觀來說,這個最厲害 很美味 炭火味 又脆又香 又夠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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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呢 这一锅饭,我的做法是洗米,洗完米之后,一旦开了水,我大佬教我,落油去拌均匀米,粒粒米都有油包住, 饭才煎出来,我们常常煎的效果,有金黄色饭焦的效果,而这里的老板,饭滚了,开始收水,就在旁边烫猪油,等它滲下去,这个做法都没所谓, 但是,它是放得够,放得够猪油,如果不放得不够的话,米是湿水的,没有油的,就变成了,整个煮法,起不到金黄椒之余, 然后呢,还会变成,还会变成,整个锅炸焦,因为没有油份,所以,它是加得很够猪油,才会煮成的 而且推煲的很有心思 當時蘋果日報訪問那條片 他說推10個煲 10個煲就有大小火 因為炭煲不是可以令大小火 大火的就用來煲新煲 收了水轉去小火慢慢焊飯焦 你看到心機都起了 我們說的不是驚為天人的東西 說的都是一門守衛 這門守衛在乎做的有沒有心機 今天1月25日我剛剛出了那集是第51集 出了51集連傳貨也有50多集 50多集的傳貨裏面雖然我不是雜集煲仔飯 但是真的對自己那門守衛是有心機的人 還是少數 而我關於煲仔飯的話 其實暫時只有他 我吃下去有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吃下去還沒喝水 就知道飯焦有多香脆 看一看我喝一口水 給我一條吃一些煲仔飯焦 然後再跟我說了一點點 好了 節目的尾聲 我們今天講了很多東西 三煲飯 我為什麼會拍這間餐廳呢 我想說一點點 因為我有點感想 因為這個感想對我來說是挺重要的 我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我想找一間 我叫做吃下人的煲仔飯 固然有很多不同的網站 報章 介紹他們的排名 然後我無意中看到蘋果報的這條片 然後我再看一看他們的出品 我覺得挺像樣的 然後我就試一下 我打算試一下 其中一條片吸引我的原因 就是老闆說 其實 起當做煲仔飯 很孤獨的 因為 他一個人站在餐廳裡 黑黑黑黑 都是煙 有時候 因為他用炭火 連伸出來的鼻涕 都是黑色的 可以上了一道 其實 一個人 看著他十個爐 十個炭爐 天天在燒炭 我完全感受到 因為我曾經 那幾年裡面 我做過蒸菜 我做過煲仔飯 我每晚七點 開始入檔裡做 開始旺 開始埋價 做到晚上十點多鐘 那幾個鐘頭裡面 煙霧離蠻 因為我那時候用煤氣爐 沒有炭火 但是水蒸氣 煙蒸氣 一個人看著那些煲卷 在那裡 或者在那裡震 就好像一個指揮家 但是 我們在指揮著 只有一種聲音的樂器 就是那個煲蓋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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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那裡震 有時候 那種孤獨的感覺 是沒有什麼人明白的 而我 曾經跟我的朋友 就是 知己良朋友都說過 如果我有機會的話 或者 比如我想做一個 很小的檔口仔 我就想就是這樣 就是我自己一個人 在那裡 處理過檔口 自己做完企當 譬如煲仔飯 就是我 在我最近心裡 一個燃起了我的 一個出生的肉火 那 就好像一個人 靜靜地看著 如果整個煲東西做好了 就送給客人去吃 接著客人 就很滿足的感受 整個過程 就是我一個人 和客人的交流 就是我覺得這一種 是 給孤獨的美食家 是最高一個層次 因為 這裡的老闆就說 想請人去學 都沒有人肯學 我就 沒有教人的天分 雖然我教了鱷魚煲煲仔飯 但是 他不是我的徒弟 我沒有教人的天分 但是 有一種很享受 就是自己一個人 慢慢對著我想做的事 用心去做下去 這些都是很遙遠的事 不關目前的事 目前的事 拍好我的節目去 在2019年的上半年 盡量 將我心目中想拍的 都拍完 這個煲仔飯 我都覺得 沒有來錯的 沒有介紹錯的 如果有朋友要我介紹鱷魚煲的話 就來這裡 笑話小傳 他說的話 就不說那麼長 因為這一集 比我們預期都長了很多 多多支持MHK 記得打賞一下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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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向下拉 再按立即捐款 就可以支持我們MHK.TV 繼續發展 請大家多多支持MHK.TV 持續發展基金 讓我們MHK.TV 繼續製作更多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 多謝支持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快點上來這個網址 付費之後 可以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Facebook專頁 你們的支持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想支持我們MHK.TV持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捐款來到 我們MHK.TV持續發展基金 我們就會製作更多更多精彩 和高質素的節目給大家